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翻绿的 但是却有这么多的股票是上涨的 那么为什么会上涨呢 咱们就拿半导体板块来讲 什么原因上涨 可能会有人说出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因为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台湾省的疫情反弹 而这些地区是半导体的生产纵征 这就导致了全球缺芯 而且芯片多的涨价 很多下游企业现在好像都买不到芯片了 所以半导体行业整体飙升 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 再比如讲 昨天晚上传来的大交集了 6G白皮书重磅发布 6G将在5G的基础之上 在曾经试云X2 全系通信 感官互联 权益覆盖等八大业务领域 为我们描绘出 未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 因此刺激了半导体板块全面爆发 听起来也非常的有道理 总之你要是想罗列出半导体板块上层的理由 确确实实可以列出很多的例子 不管是在政策面 消息面或者是基本面 支撑整个科技股 半导体行业上层的理由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咱们看问题可能还是需要看一下本质 这个市场它是资金推动型的 资金往哪里跑 那哪里的股价自然就会上涨 大资金往哪个方向流转 当然会有消息面方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的资金更多的 还是会考虑行业的紧急度 能不能够持续向好 那只有个股的业绩强劲 那才是支撑资金持续流露的一个核心因素 记得上搜五的时候 前刀是提醒大家 中报行情现在已经提前开始了 而且建议大家在周末休息的时候 咱们可以收集那些一季报业绩大增的股票 从中可以挖掘出中报业绩大增的潜力 也提示了六月份 或许将会上演一波强者横强的草业绩大潮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半导体板块 好像已经彻底爆发了 但是咱们也要看到 从五月十一号一直到现在 半导体板块指数涨幅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 很多个股都是连续的上涨 股价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 个别股票短短一两个月 股价就翻倍了 而这些个股如果说咱们翻一翻它们的一季报 业绩都是大增的 这就说明主力资金早就已经先知先觉 提前布局中报业绩余增股 而半导体这样的成长型科技股 自然而然就会成为首选 所谓全球芯片短缺 或者6G白皮书的重磅推出 只不过就是推动整个板块 加速上行的催化剂而已 而现在呢芯片半导体板块涨幅已经相对比较大 如果说你已经错过了 那么到底是继续追涨 还是选择其他的标的呢 这个确实是两难 钱道在这里并不是说半导体板块的行情就快要结束了 正相反 钱道早就提示 或者6月份将会上演一波强者横强的炒业绩大草 在这里呢 钱道只是再一次提醒大家 咱们不要等到七八月份再去考虑炒中爆行情 因为主力可能早就已经提前布局中爆预的板块 这一波科技股这张脏 芯片半导体当然是当仁不让的龙头 但是接下来通讯消费电子同样也会受到刺激 而其中的龙头品种更是值得咱们关注 除了科技股包括医药新能源军工消费旅游 或者大金融板块中的证券等等吧 其中的一些业绩大增的龙头个股 也是值得咱们重点关注 这波草业绩这样一个大草 应该绝对不会局限在某一两个板块 而是会在各个板块之间轮动上演 而目前互生两市已经披露出来的 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公司数 差不多有500家左右 那么业绩预增的将近有200家公司 其中有19家公司的业绩 同比增长幅度都超过了1000%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19家公司到底是哪些公司 其实除了这些公司以外 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在 一季报业绩大增的板块个股当中 咱们做一个集中的筛选 所以还是那句话 功夫是在十万 如果说前期咱们已经错过了 半导体的集中上涨 那么如果说现在咱们能够做好功课 可能咱们在接下来的中报行情当中 仍然是可以大行身手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下面 咱们下期 aparecer 咱们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